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雷瑶妈妈 今天我要继续跟你们分享绘本啦 今天分享的绘本故事就是这本 你别想让河马走开 一个大热天,太阳照下来 照着弯弯曲曲的小河 照着摇摇晃晃的小桥 照着一只在睡觉的河马 嗯,这河马很大 这河马很重 挡住了铜带 真是糟糕透了 真是糟透了 一只棕色的狮子说 我最喜欢的阴凉地方在桥那边 这河马就躺在桥当中 我过不去 它非走开不可 听我说吧 一只蓝鹿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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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鹿� 我可是森林之王 我就是要命令它 从桥上走开 它大步地走到睡觉的河马身边 我命令你走开 可是河马没有走开 连动都没动 你不知道我是谁吗 狮子抖动着它吓人的鬃毛 再次哇哇大叫 快走开 可是睡觉的河马只管睡它的觉 打它的呼噜 瞧 嘎嘎嘎地说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怎么回事啊 长尾巴猴子从树上爬下来 瞧那边有多汁的成熟果子 可是河马躺在那儿 我过不去 它得走开 可它不走 我试过命令它走 它就是不走 那我们得把他推走 猴子说 来吧 等一等 那鹦鹿 那鹦鹿又嘎嘎嘎地叫起来了 鹦鹿鹿 三 推 可是河马 没动 一动都没动 再用力点推 你倒说得好 猴子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我这头重 用足力气了 可是河马只管睡他的觉 照旧 大头的呼吁 瞧 鹦鹉嘎嘎地说 我没说错吧 真不像话 一只浑身刚毛的油猪走过来 看到河马躺在桥上 说道 我打滚的最好的烂泥 在桥的那边 这河马躺在那里 我过不去 大飞走不可 我们命令过他走开 他不走开 我们推他走开 他就是不走开 那么我们的烂泥 我们得想个别的办法 油猪说 我们必须把他从桥上弹走 得了 鹦鹦鹉飞下来又嘎嘎地说 河马不下 可是狮子捏住鹦鹦的嘴 让他屁上 叫道 你也可以来帮个忙啊 他们来到桥上 各就各位 预备 跳 它们一起跳起来 接着 它们落了下来 落到下面的桥上 与此同时 河马 弹了上去 哦 好哦 可接着 河马落了下来 河马一落到桥上 所有动物就 弹上去 弹上去 弹上去了 接着它们 落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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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到下面的河里 哗啦啦 瞧 鹰舞 挣扎着从水里出来 嘎嘎地说 你 又不着说了 狮子 喝住它 请问 一只小老鼠 急急忙忙地走来 吱吱地问 出什么事了 我们要过桥 那河马 就是不肯走开 我们命令过 它走开 我们想要 推它走开 我们甚至想要 把它 弹开 可它呀 就是不肯 离开 让我来试试 小老鼠 吱吱地说 然后 它向睡觉的 河马跑去 老鼠 扭动它的鼻子 扭动它的胡子 在河马的耳边 说悄悄话 河马一下子 大大的打了个哈欠 呃 伸了个懒腰 站起身来 它和老鼠 并排过了桥 哇 当大家看着 又大又重的河马 和又细又小的老鼠 走开时 鹦鹉嘎嘎地说 嗯 那家伙说了什么 能让那河马走开呢 小老鼠回过头来 就是一句话 请你走开 它笑着说 好的 小朋友们 我们刚才 又把这本绘本 给你们讲完了 原来啊 刚才 闹了一场 大大的乌龙 实际上河马 没有听见 狮子 狐狸 嗯 还有 油猪 它们的 请求 那它当然 还在那儿 呼呼地大睡了 倒是鹰鹉 它明明 并不知道 河马 真实的想法 自顾自的 替河马 回答 嗯 一瞧 误导了大家 当然 小朋友们 我们要像 小老鼠一样 要学会 有礼貌的 请求别人的帮忙 请你 走开 那今天的绘本故事 就跟你们分享完了 我们明天的故事当中 再见吧 有没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